女儿到底应该发信息来了 爸妈 我到家 然后在餐厅的桌上 有留给你们一封信 你们可以看一下 真的有封信 就是很久很久 没有看他写的这么 这么长的东西给我们了 现在写信的不多了吗 不多了 我来读啊 听着 听着 是亲爱的爸爸妈妈 时光过得确实很快 一转眼 白发已经爬上了 你们的发梢 我也从照片中的 那个小婴儿 成长为了现在 可以为你们遮风挡雨的 大姑娘了 一直开玩笑说 我不是你们的小棉袄 是你们的军大衣 也请你们放心 无论何时何地 我永远都会是你们最温暖的依靠 我永远都会是你们最温暖的依靠 会加倍地关心你们 未来的日子 快乐顺遂 健康平安 永远爱你们的女儿 永远爱你们的女儿 这是出价前给我们的承诺吗 爸爸难过了 intakeを平静 内心难以平静 S się 总是想想就这么突然一下子 一转眼多大了 多成家了 是很感叹的 有点失落 就是感觉突然的要滴滴去去 感觉要入宿失去 就是说他总成了家 不是家里 不是整体爸爸妈妈身边赚的孩子 再怎么几回就毕竟在一起会更少 都知道总有一天会飞的嘛 我为我家女儿调过两日一日 一次是我在中正结婚时 因为她们没事就回来看我 我在中正结婚时待了三个月 女儿就 她就问爸爸 你就是你拿不清最好的医生 她说你不要怕花钱 我这么想就是给你没用的 那是第一次 我真的我感觉孩子长大 怎么说呢 现在小孩都有自己的事业 现在又有自己的家 我们还是改正心态 她回来看你最好 她如果是忙 不回来看你 你要理解 所以我们要争取做移民 不让子女觉得麻烦的 老头老太太 对不对 尽量少麻烦呗 对啊 所以说呢就是 只要他们过得好 对吧 不能说我们非常成功吧 但是我觉得两个孩子 现在事业有成 现在身体都健康 也挺幸福 也很孝顺 我很满足 嗯 好 很轻松 谢谢大家